过年咱俩条鱼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今天我们2020年春晚的外景摄氏组 就来到了志丹县永宁镇永平村 在这个村子里就住着一位火遍全网的短视频博主 陕北侠姐 侠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侠姐 说到侠姐 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一道道香喷喷的饭菜 其实侠姐代表了我们陕北人的 朴实 善良 智慧 真诚 也不断地在宣传和推广着我们陕北的饮食文化 我们陕北侠姐拍摄的这个美食教学短视频 让人隔着屏幕就垂涎欲滴 它不仅激起了很多网友学习做饭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国内外很多网友对延安这片热土的关注和向往 是的 从评论区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网友留言 一看到侠姐的饭菜就想来延安 不仅仅是想品尝一下我们陕北的味道和美食 更重要想了解一下延安这么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侠姐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播发第一条陕北美食短视频到现在呢 已经收获了六百多万的粉丝 播放量呢也超过了十亿之多 80后的侠姐虽然生活在我们志丹县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 但是呢在新媒体时代呢 她却利用互联网以陕北人最真实最淳朴的这个生活呢 向世人展示着我们陕北美食的魅力 也传播着我们陕北的文化 今天啊我们就和侠姐一起来包饺子 过一个团团圆圆的陕北年 嗨 大家好 我是侠姐 过年了 今天做点年茶费 今天家里肉全部回来了 先把肉剁一下 全部回来了 你现在自己麻烦也 做肉嘛 你们自己无处是麻烦 先回个 先回家 今天来了我的姐姐 哎呀 我的两姑姑 你们先回个啊 过年了 夏姐 哦 先回又 太高兴了 今天家里人全部来了 过年咱两条鱼 表示年年有余 这就是我们陕北这边 过年必须吃到鱼 拿好啊 好了 现在回个 慢点 再来 再来 李宁啊 我家人拿来 再来 再把盐拿来啊 这就是我们陕北这边 过年必须吃的香草猪肉 现在已经无间小泡泡的玩了 对 李宁啊 铺子快 来来 李宁没吃吃肉就高兴了 来 来 来 起来 来 起来 犊人啊 不要我 我要你 早晚你来我们家两次 你要以后给我交作饭 在我们陕北这边 过年也拜好多粮菜 今天我准备了些三分三四的猪头肉 还有杏仁 感谢豆腐干猪耳朵 这些我全部做了 现在开始拜 小姐 我手中拿的这个 是不是我们陕北的油馍馍 我看它圆圆的 应该代表的是团团圆圆的意思 是了 团团圆圆 甜甜蜜蜜 这个油团圆咋在咋了 咋见一会儿油红了咋? 好的 我一会儿油红了咋 来 放点 就是我们陕北这边过年必备的年茶饭 黄嬷嬷和肥嬷嬷 黄嬷嬷代表酒 肥嬷嬷代表酒 酒有买惯 把火给大家带一点 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 开锅 开锅咯 开锅咯 欢迎欢迎 欢迎来我们家 欢迎 欢迎好 真的是忙活了一整天 霞姐的这桌陕北年夜饭终于做好了 在我们陕北还有一个习俗 就是在年夜饭开始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端起祝福的酒杯 祝老人身体健康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祝霞姐全家 合家幸福 干杯 干杯 节目 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ерт真年来的是新年 家家户户户介绍抽叶 打虎 等禄 花在川前 快快 兮兮 我俩 出见 还有海桃花 还有海水花 还和西西多亚周年 本月里来要吃新年 我的朋友们还可年 祝福大家幸福安靠 祝月来年 生生大当 还有海桃花 还有海水花 祝月来年 生生大当 还有海桃花 还有海水花 祝月来年 生生大当 祝月来年 生生大当